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們現在講到的就是 在歐洲的部分 剛剛 剛剛這個賓哥有提到 亮哥也提到 在歐洲的部分 現在歐洲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對於俄乌戰爭的態度是什麼 對於這個所謂 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 馬克宏跟蕭茲 兩個人見面了 見面之後呢 提出了幾個共同點 包含 你們怎麼會發成這個樣子啊 包含說要全力支持烏克蘭 另外又提議要建設 這個歐洲政治共同體 這個馬克宏講的 對這個馬克宏講的 另外馬克宏也提到說 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過程 可能需要幾十年 那德國方面 也有出來講說 烏克蘭要加入 這個歐盟啊 可能沒有捷徑 別人等多久 你就等多久 那你去問問其他 這些想加入歐盟 但無法加入的歐洲國家 他們等了多久 那你可能就要等多久 你可能就要等多久 那美國在這個時候 還在告訴大家說 烏克蘭可以再申請 加入北約一次 可以再申請加入北約一次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兩位歐洲領導人 見面之後 在彭博社出現了 這樣的一篇報導 這報導 你也沒有給我標題 你們到底在幹嘛呢 Anyway 這個報導告訴我們說 有幾位拜登政府的官員 最近都說 這些制裁跟戰爭 給美國帶來良機 為什麼 他們認為呢 當戰爭發生之後呢 俄羅斯在未來幾年 可能會趴在地上 所以美國就可以 騰出雙手 來對付亞洲裡頭的 中國大陸 好 當然有這樣子的說法 可是同一篇報導裡面 也提到另外一個觀點 我覺得更有趣 他說 是的 一旦美國 他認為歐洲 因為俄烏戰爭 比如說增加軍費啦 比如說能源獨立啦 他們就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美國不用照顧歐洲了 所以我可以來對付中國 我可以轉向亞洲 可是 當美國放下歐洲 轉身面對中國的時候 是不是反而可能 給了歐洲什麼 脫離美國的機會 我認為這樣子的觀點 是更正確的 你說這幾位拜登政府的官員 這樣子的想法 好像也沒錯 烏克蘭拍在地上 那歐洲現在都自己要把這個 跟美國買武器 跟美國買這個LNG 這個脫離俄羅斯的能源 那我美國不用照顧了 我好好對付中國 這個說法好像乍聽是對的 但是其他美國政壇人士 反倒認為當美國 轉向對付中國的時候 那歐洲就自由了 你知道北約跟歐盟 一直以來都是被美國 一直以來都是被美國 把持的嘛 大家都要聽美國的話嘛 而且確實 我們大家看這兩個新聞 首先第一個 是昨天提過 習近平跟這個 蕭茲視頻會晤 告訴蕭茲說 歐洲的安全應該掌握在歐洲人 自己的手中 另外這兩位更有趣了 你們為什麼都不是重點 馬克宏跟習近平兩個人 也進行了會晤 還警惕說 不要形成這個集團對抗 會對全球的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 當美國轉向面對中國的時候 歐洲是不是也在此時轉向 擁抱中國呢 我們看在歐洲出現的反美大示威 包含我們前兩天提到的 法國11.65萬人參加大型示威 拒絕美國的蠻橫瑕 反對淪為美國的附庸 在希臘也有上萬名的工人 說美國點燃惡烏衝突 導致惡性通膨 德國十萬人聯名 要求停止援助烏克蘭重武器 要求美軍滾出德國 在意大利也說了 說美國北約是美國的僕人 根據自己國家的利益做決策 不要再迎合美國 另外匈牙利 塞爾維亞 另外在南美的古巴 甚至在我們提到的 這個伊朗 委內瑞拉 中東 拉美 通通都明漫著 這樣子的一股氛圍 所以 這邊澎湃的報導非常有趣 我認為大家可以去找來看一看 對 拜登他現在 可以不管歐洲 好好的對付中國 但當他 眼神 轉離開歐洲的時候 是不是也讓歐洲 包含德國 法國 這樣子其實也是 國力很強盛的國家 也逮到機會 急遇脫離美國 好好跟其他世界的 這個國家 進行合作呢 我們先請大使 這個 這兩天啊 這個 歐盟啊 也是歐洲啊 最大兩個國家的領袖啊 這個 一個接一個 跟習近平打電話 那意圖就非常明顯了 有求於習近平嗎 不過這個 這個早上門來的事啊 其實 不見得都是好事 那 他們看重的是什麼 我就想說 蕭茲也好 這個馬克宏也好 看重中國的 看重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現在跟 普丁關係最好的 這個重要國家 就是 強權領袖 就剩下普丁啊 而且 能夠對普丁 產生影響的 大概也剩下習近平啊 所以這兩個國家 當然就把 就來找 找這個 找習近平幫忙嘛 說穿了就是 找習近平幫忙 可是問題就變成說 中國大陸一開始立場 就說 這個是你們歐洲人的事 你們除非去勸阻 美國不要再繼續給武器 給錢 或者說你們不要一直 還在這個 往這個戰爭裡面 加 加財 加料 那你找我出來 才有意義啊 如果說你要我出來 去我賣我的面子 去跟普丁談 賣我的面子去跟 哲仑斯基談 結果你們這些國家 還在不斷往那個戰爭裡面 丟炸彈 丟飛彈 現在又 就上百億的錢 給哲仑斯基 那你找我出來 不是找我開玩笑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 大陸的 大陸的一場 一定還是原來的 就是說 這個是你們歐洲人 自己的事 那你要我出來的話 你們自己 你要先做一個明確的表態 你到底要什麼 然後你們是不是能夠停止 讓這場戰爭 你們現在對這個戰爭裡面的 這種加油天火的這種事情 你們自己要先控制住 然後出來做這個調人 我才能夠做成 要不然我也是炮灰 習近平也是當炮灰 對不對 普丁也會跟他講說 那你要我現在停火 你要我怎麼停 對不對 對方現在 現在對方把 折倫斯基的整個打仗的信頭 全部全部引起來了 對 折倫斯基還準備反攻俄羅斯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這是一個開始 可是歐洲 顯示出來 這個歐洲的兩個領導國家 現在希望這場戰爭 能夠告一段落 然後他們自己覺得 自己的能力還是不夠 那要找向外求援 那第一個真的 現在這個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 現在也就是說 有這個實力 有這個條件 你也沒辦法 人家就是上門來找你了 這些就是直接上門來找你 不是要把你扯進來 說實話 就今天蕭之 就馬克宏來講話 他們是權力政治的這種玩家 他看誰最有權力 就去找誰啊 誰的拳頭最大 現在剩下誰 能夠跟普丁講得上話 能夠 跟美國人對嗆的 還有誰 只像習近平 所以當然去找習近平 可是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這只是剛開始一個 漫長的歐洲跟大陸的一個 談判的剛開始 那我覺得以今天 習近平的角度 這個目前立場 絕對是可以以進制動 你今天要請我出山 我不是看 我不是一時興起啊 我也要看看 你們能夠先做到什麼 你們先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要怎麼做 然後我再來考量 大使如果我插個話 我想請教 就是因為前兩天其實 大使跟亮哥都有提到 就說這個時間點 歐洲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代表 中國甚至印度 也覺得好像是個時間點 可以在俄烏戰爭上面 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中國我覺得 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沒有急迫感 那麼很多戰略家來講的話 基本上 對中國來講 這場戰爭打越久的話 對中國未嘗不是壞事啊 未嘗不是好事啊 從戰略角度來看 是啊 歐洲商的越重 他越需要中國 越需要中國 然後 這是一場消耗戰以後 消耗的是誰 美國也在消耗啊 歐洲也在消耗啊 俄羅斯也在消耗啊 是啊 剩我沒被消耗到 去中國沒有消耗 今天 今天紀生一講話了 基辛吉接受訪問 他說美國要考慮一件事 他說不要這件事啊 到最後啊 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完全緊密結合 他說這個是美國 這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 是極大的損傷 那你現在繼續打下去 俄羅斯當然是需要中國大陸啊 普丁一開始 一個多塊錢就講說 我們將來能源要改變一個方向 我們要向南 向東看 那向東是向誰 就很清楚啊 那俄羅斯今天 中國大陸雖然沒有 很明的直接的幫助俄羅斯 可是中國大陸那個分量 擺在那個地方 我也不譴責 然後我講的話 基本上 你普丁聽的也受用 就是說 這是你們歐洲安全的事 你們歐洲人自己應該要解決 意思就是說 把美國趕出歐洲 這句話反面意思就不是這樣子嘛 那現在習近平一定會 那你們自己先把美國擺平 對 那事實上我覺得 現在馬克宏跟蕭茲 做得很清楚的一件事 其實找習近平 就是已經把消息告訴美國了 我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而且大使我補充一下 對不起我已經插大使話 大家不要生氣 沒事 對這個因為剛剛 我覺得有一段很重要 然後我一下忘記 我剛剛去找了一下資料 其實馬克宏在跟習近平通話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 關於這個烏克蘭的觀點 他怎麼說 他說 想要在烏克蘭實現和平 那就不要羞辱俄羅斯 他說烏克蘭跟俄羅斯 將決定討論和談判何時結束 但如果對其中一方 你去否定俄羅斯 或否定烏克蘭 對不起 甚至彼此排斥 你排斥俄羅斯或排斥烏克蘭 那羞辱對方 實現和平 就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這誰講 馬克宏 這馬克宏說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歐洲 傳統政治的看法 他們講的是一個 就長久 這長久還是要怎麼樣 要相處的 你現在你跟俄羅斯 俄羅斯跟歐洲是永遠在一起 這個地緣決定政治 對決定命運 那美國不一樣 美國在大西洋彼岸 就在這邊煽火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現在歐洲 尤其是法德 基本上是急了 所以就開始主動去找習近平 可是我覺得習近平 基本就是說 不談別的事好了 基本上就談俄烏這個戰爭的事情 我覺得習近平會提出很多 要歐洲自己先做到的事情 他要你自己先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呢 自己單權自己顧啊 他第一個 你們歐洲人 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蕭茲跟這個馬克宏 你講話 扭扭捏捏 你就擺明了講 我們歐洲人的事情 我們自己來解決 對不對 歐洲的團結 歐洲的這個好 這個歐盟的整合 幾十年的這個好成果 我們不能毀於一旦 我們基於歐洲的團結 歐洲的一體 我們歐洲人要把這個責任擔下來 嗯 那麼我們會去勸 美國 對不對 接受我們歐洲的共同的看法 我們當然反對上有戰爭 這些話 他們慢慢要轉 如果不轉的話 中國大陸基本上 本來的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外交政策啊 就是管好自己家裡的事 不要去管別人家裡事 世界亂源就是每個 這些帝國主要 都去管別人家裡事 所以才有和平共處的原則啊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一貫立場啊 也沒有說今天我拳頭硬了 我這個腰桿出了 我就要到處管事 嗯 沒有這個外交傳統 對不起 我就是 那是你們歐洲人 把你們歐洲事管好就好 那你們自己管不好 那你可以管好 你可以做的事先做完 再來找我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這個態勢 可是 我是覺得 德 昨天 馬克宏跟蕭茲見面了 嗯 我覺得他們在共商大 大忌 他們要弄一個歐洲共同體 新的 對 我不要歐盟 都跟美國有關 因為歐洲人 歐洲人都很 都很這個 算計跟迂回 他們達到目的方法 他都有很多這種 九管八彎的 可是 一看就知道 他們要結束戰爭 嗯 那麼幫俄羅斯講話 今天 你知道聯合國的 有關烏克蘭的 這個人權的 就是主管烏克蘭人權的 這個聯合國的主管官員 今天出來講話 嗯 他說我們已經收到 非常多的實際證據 就是烏克蘭 虐待俄軍戰俘 的不人道的一些實際證據 就是這次戰爭裡面 對 烏克蘭虐待俄軍的戰俘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比如說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烏軍 他看到一個俄羅斯快死的 一個軍人 對 他把他虐死以後 打他電話拿去 打給他媽媽 說你兒子 剛剛被我 他剛剛被我們 怎麼樣怎麼樣 剛剛被我宰了 對對對 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他要打腳 這麼狠 上一次不是 打給媽媽這個太惡質了 對 這個是報道出來 這個是被報道出來 然後聯合國出來講話 聯合國的官員講話 他可是要搞清楚狀況 那這個我認為都跟 可能法德之間 的後面的運作都有關了 那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外交的這個 聯繫 就是要儘快終結 俄乌戰爭 所有的這個外交工作 我覺得已經非常密集 都在不斷的佈局 佈局 都在佈建 佈建 佈建 然後很快 現在拉的是這個 拉的是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最大尾 最有實力 當然把習近平先拉過來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 不曉得土耳其他們 他們接不接受 我覺得土耳其 這國家實力不強 可是他挺扎乎的 一套款式 他也會搞國際政治 東搞西搞 東蹭一下西蹭一下 還蹭出一個好像很重要一樣 人家也曾經是帝國 對啦 俄圖曼帝國 還是有他的 那他慢慢 可是美國也很厲害 美國也是在搞他的全 全球聯盟 所以我覺得法德先結合 然後在歐洲裡面 他再多找一些盟友 然後呢 在國際上再找盟友 我覺得現在這一場外交戰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很快就要冒出水面 很多動作 進行是不是 我立刻要把火交襲 所以今天 烏克蘭就說 我們被斷氣了 歐洲的朋友 俄羅斯好狠啊 他斷你氣 來 三條管線今天有一條 突然間 沒氣了 這條管線 佔了 俄羅斯通過 烏克蘭送到 歐洲的 天然氣的三分之一 廢話嘛 三條他就佔了三分之一 其實量不少 量不少 來 俄羅斯天然氣的營運商 立刻跳出來說 你看看你看看 因為俄羅斯呢 佔領了這個盧干斯克 因為佔領軍的技術干擾 害我們沒有辦法呢 在這個新普斯科夫天然氣壓縮站作業 所以明天開始 拍謝 透過這個索赫拉諾卡夫管線運輸的天然氣 沒有啦 斷氣了 斷氣了 好斷氣了 那這裡我們就告訴大家了 這個 這一條管線呢 是這個聯盟管道的一部分 從俄羅斯的奧倫堡地區 送往烏克蘭的烏日哥羅德 然後他進到歐洲 好啦 烏克蘭告訴你說 你看俄羅斯 故意的 你看 你們花錢跟他買 花蘆布跟他買 他還斷你氣你看 你看 那德國先跳出來說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受到影響 安全得到保證 可能這一條管線 供氣的這個對象 可能德國佔比較少 或沒有德國 或是其他國家 那俄羅斯就納悶了 這個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說 欸 你是在說什麼 他說我們收到 對對我沒有收到烏克蘭說 要停止送氣啊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什麼不可抗力的因素或障礙啊 那俄羅斯方面還是會履行 對歐洲買家的一切義務 也就是說你乖乖地拿蘆布來買 那我就還是會給你氣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變得很奇怪 那俄羅斯攻佔了盧干斯克 也不是第一天吧 那怎麼會突然間 因為佔領軍技術性的干擾 所以導致這個歐洲國家 好像被迫必須要被斷氣了 那到底是烏克蘭的陰謀 還是俄羅斯在搞鬼咧 亮哥 我的了解是俄羅斯想把 因為我們那個天然氣管 裡面那個閥可以調整方向 那他可以這樣輸這樣輸這樣輸 這樣輸 那俄羅斯想把那個天然氣灌到 那兩個共和國 那烏克蘭不要 烏克蘭要把他灌到北部去 那所以我認為雙方可能都有動手 看還在那邊裝 我認為是烏克蘭不要讓他給那兩個共和國 因為那兩個已經是被佔領了 那烏克蘭就 我要抵制你 烏克蘭不敢斷歐洲 因為他有過路費可以收 對啊 一年有10億美元 可是他就認為這兩個共和國如果被你佔領 那我就要讓他難過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烏克蘭可能 這個天然氣管他要轉一個方向 要轉到北方去 那俄羅斯就把你斷掉這樣 你不給我用 那大家都不要用 我猜是這個狀況 我有可能 因為坦白講那個真相 還沒有足夠真相浮上水面 可是我的意思是 那這兩個共和國本來沒有天然氣可以用嗎 可能就是烏克蘭想做動作把它切掉 那我就好那你要切掉 那我就把這個給他 那俄羅斯就 然後天然氣公司就提出說 烏克蘭你想要拉到北邊去 那個是做不到的 他就說你在技術上你做不到 可是因為這個坦白有專業技術問題 我也不敢亂斷 那可是我的判斷是烏克蘭先做動作 要不讓他弄到那兩個共和國 對 那俄羅斯說你要這樣搞 是不是要把他拉到北方去 那我就把你斷了 對 我就大家都不要用 那剛剛接大使那一段 我覺得有一個點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中國一直在旁邊 冷眼觀察很久 對 比如說你法國到最後你還是提供 凱撒什麼巨炮嘛 對 那你德國不是一樣 你不是後來本來要提供爆一坦克 那後來提供那個制空的裝甲車嘛 對不對 所以中國就會想說 你如果是有獨立自主的想法 你為什麼會屈服於美國的 你知道我意思 完全理解 所以你中國 我覺得對中國來講 就是他要 法國跟德國要浮現他的意志力 對啦 就是不要再當跟屁蟲 不然你就是 我們也不要講那麼難聽 說他要跟屁蟲 就是搖擺啦 對啦 至少德國非常明顯嘛 德國在搖擺 一下又怎樣 一下又不要去 一下又跟習近平一下又幹嘛 所以介大使剛剛才會強調 你的意志力都還沒有浮現 所以我敢於跟美國提出不同看法 美國又一施壓你 你又回歸隊了 這一點法國應該做得比德國好 對啦 可是 中國是第三國嘛 這個判斷要由你法國來表現 當然 比如說你的獨立的意志 因為這個坦白講 美國一定會很不高興 當然 你想想他提供那麼多武器 給哲倫斯基 他覺得他還玩不夠嘛 而且哲倫斯基已經嗆聲了嘛 說六月底最晚會反攻 美國正在等這齣戲上演中 那你法國現在是要幹嘛 我跟你講我剛剛吵了一下 有一點對馬克宏是蠻麻煩 因為馬克宏的歐盟主席的任期 只到六月三十號 對到六月底 那下一任是誰你知道嗎 德國 捷克 是捷克 捷克才剛加入這個 捷克本來就北約了 我說人權理事會 而且捷克非常反俄羅斯 對啊對啊他剛加入這個人權理事會 對 取代俄羅斯啊 然後再接下來 因為每一個國家當六個月 對 那捷克是七月到十二月 那明年一月到六月是誰 你知道嗎 英國 瑞典 瑞典 那完了 是啊 接下來這兩個國家都是 反俄羅斯的 急先鋒 所以你去想這個局嘛 就是說 你法國現在大概還有 四十幾天吧 啊 那美國會讓你成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啦 就我如果是站在美國的立場 我就 我就看看你多硬 我就四十幾天 我覺得讓你成不了事 換上我 換上去我的人 你們歐洲歐盟再給我羅里巴說 大概這種感覺 當然是啊 對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烏克蘭還沒反攻 所以馬克宏就剩這四十幾天 他如果想做什麼的話 所以我覺得街道史剛才講到一個 要害嘛 你展現你的意志給我看嘛 不論我中國怎麼介入 那萬一我介入到一半 結果換人 或者是他自己又縮回去 又縮回去了 你知道嗎 你撐到六月中 突然間又縮回去 那我就 我白幹了我 那不是兩邊不是人 兩邊不是人啊 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局真的不好弄 因為有時間壓力 好 那另外我們兩個 回到上一張 來 因為這個我們之前有聊過 就這個部分 說現在呢 這個 美國承受40年以來最高的 這個通膨的痛苦 那 因為這個 哇塞 你們最重要事情都沒寫啊 天啊 不管 拜登講 說我們通膨那麼嚴重 第一個是因為疫情 第二個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 普丁 因為他入侵烏克蘭 氣死我拜登 其實這個論點之前 川普就已經打臉過他了 川普說你滿好咧 人家開打之前 你通膨就一直往上衝了 跟普丁什麼關係 總之拜登告訴美國人民說 我最在意的就是通膨啊 我最在意你們的生活啊 我最在意我們的經濟啊 所以 所以各位 我現在決定 要找習近平來幫忙 欸 在白宮 拜登在白宮 發表這個說法 就告訴大家說 現在可能要取消 這個 可能是很多 很多 從這個內衣褲啊 到床具啊 到家具啊 到大型的這個貨物啊 中國物品的關稅 想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拯救美國的通膨啦 拯救美國的通膨 不過當然 剛剛來賓你提到了 你滿好咧 你現在這樣關稅 半年一年以後才有效果 你就有個屁 你就有個屁 當然 對拜登來說 我覺得拜登也很卡 跟德國消枝差不多 他又要靠中國 可是他又要反中國 所以來 5月12、13 美國東協的高峰會 本來在3月底嘛 結果被大家放鳥嘛 不管 5月12、13要跟我來 就明天欸 對 就明天啊 所以我今天才有講啊 所以然後20號到24號 跟東協見外面 馬上要去日本韓國 所以拜登現在 現在也是很卡的 兩個 這個問題真的 對啊 我也覺得拜登 我跟你講 到底要幹嘛啦 拜登給我一種感覺 因為他今天在講 通膨就先怪川普 對 川普搞這種莫名其妙的關稅 對不對 貿易戰 然後他說都是一些 什麼玩具啦 腳踏車啦 內衣褲啦 內衣褲啦 對啊 這種對中國打擊也沒什麼用 那造成我們老百姓生活難過 全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啊 對 他先罵川普 對 他大概會直接把這個名字 創一個政治名詞啦 叫川普稅啦 川普稅 搞政治就是這樣 然後叫做普丁通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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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這個叫川普關稅 這個叫普丁通膨 對 沒錯 已經有點在搞選舉了啦 那因為共和黨一定會罵他啦 當然 所以你看中國都沒讓步 那你自己就取消關稅 因為這個是美國單方就可以出來 對 他大概知道共和黨要罵他啦 所以他也不敢這麼做啊 所以他就是先取個名字叫 川普關稅嘛 那到時候說共和黨出來罵他對不對 你們造成的 我解決問題而已 造成他不能夠這樣做 那他就可以說你看我偶像降稅啊 所以中下階層們你要去罵他們 對啊 其實這麼對啊 你反向操作對你來說搞不好也是 可是我講白了這個我 完全是行政單位 直接單方命令就可以處理 是 沒錯 這不需要經過國會 完全不需要 對 對 所以你真的要賴共和黨 也賴不太過去啦 可是就是會一場混戰 我的感覺啦 那他會提出這個項目 就表示他真的是 不知道對通膨不知道怎麼辦 沒責啦 沒責啦 真的是沒責啦 與其去搞中國關稅 你不如去結束戰爭 那不是更好 那個難度比這個高啦 更高是吧 不這個他單方就可以決定啊 可是他等於是打了戴琪一巴掌 是啊 戴琪前面講一堆英派的話是幹什麼 對啊 才剛講而已啊 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上禮拜才剛講到 對啊 那時候還講說這難度很高 結果拜登自己跑過來講 對啊 不過我覺得他是看到今天的數字 可能嚇一跳 真的這裡啊 因為今天本來預期8.1嘛 對今天8.3 又是8.3 好可怕 對所以他們就 有點心慌啦 美國的朋友辛苦了 來啦 我們來看今天最後一張 我要把時間交給我們的這個賓哥 最後一張最後一張 來來來來來 我我我我 其實這一張我除了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菲律賓政府 現在新的小馬克是 這個總統當然還沒有上任啦 他喔 他的勝選讓西方國家其實非常緊張 尤其是美國的媒體 包含新加坡的這個聯合早報 CNN 他們都認為 這個小馬克是當選之後呢 很有可能 他對中的態度會類似杜特地 是比較親中的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 這個杜特地上台以後 對華友好 對美的關係就不再那麼親密 不再那麼親密 所以小馬克是 他會延續杜特地 延續杜特地的什麼 第一個 當然就是跟中國大陸的友好 包含在南海問題 包含在台海問題 甚至在經濟問題 他也講過什麼阿公 我阿公也是中國人 所以他跟中國大陸好是應該的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 反美的部分 也是一樣 南海的問題 說美國想在南海跟大陸對抗 最好帶頭衝鋒陷陣 總是把我們 掉在前面 煽動我們擋在前面 你把菲律賓人當蚯蚓嗎 當幼兒嗎 在疫苗問題上 也曾經罵過美國 叫美國滾蛋 在軍售問題上也是 美國什麼都不是 他們怕得要死 所以我決定要向中俄求援 當然講到美菲的恩怨請求 從1989年的 美國西班牙戰爭 當時菲律賓幫忙 結果美軍突然倒戈 導致 20萬的菲律賓軍人 跟25萬平民上升 另外就是 在1974年 菲律賓跟歷史性的照片 毛澤東 毛主席 還有醫美代 這張照片非常非常有名 當時醫美代很漂亮 這是小馬克思的老木 媽媽 然後中非建交之後 美國就開始 各種找菲律賓的麻煩 所以其實美菲 關係過去很好 可是更往前 其實是有一段過去的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我要提到的 杜特蒂除了跟習近平拜登之外 他跟普丁也有關係 什麼關係 兩個人都很狠 很狠 這個對付毒販 殺掉丟路邊 對付恐怖分子 頭塞到馬桶裡面 把他淹死 我帶你聽聽普丁過去的這段訪問 這就是我昨天提到 在二零 一九九年 車程叛亂了 車程第二次戰爭 第二次戰爭的時候 然後那個貝里斯是二零零四年的時候 就講了這個非常經典的話 我們請這個賓哥 其實很多人說 菲律賓政權要輪替了 從杜特蒂換到馬可斯 我告訴大家其實不是 其實就是菲律賓的 杜特蒂馬可斯政權正式成行 OKOK 其實他女兒是副總統 對這個很能理解 因為很簡單 你看2016年的時候 馬可斯在美國停屍那麼多年 2016年他讓 那個馬可斯的遺體回來 杜特蒂拉回來 然後葬在國家英雄公墓 對沒錯 所以表示杜特蒂完全認同馬可斯家族 對 然後這南北兩大政治家族完全結合 然後現在一個人是總統 一個人是副總統 其實這保障什麼你知道 只要不要出太大的意外 六年之後 就是沙拉杜特蒂 大家再換過來 繼續執政 繼續執政 那表示對美國來講 非常大的麻煩是什麼 可能有連續12年 一個很不親美的政權會持續在菲律賓 哇12年 對那你美國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12年可以改變很多 可以改變一兩個世代 所以對美國來講麻煩開始大了 所以美國要改變他過去 對杜特蒂那種輕蔑的態度 你要真的深耕你對菲律賓之間的外交 不然的話 菲律賓因為他在資源上 非常需要周邊大國的協助 他到最後如果美國不持續給他支援 他到最後可能就會 一面倒逃向中國去了 他現在已經差不多快一面倒了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這個中子哥掰掰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CTI108就有折扣了